法国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活动7月14号在巴黎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迎娶未来体现了法国人战胜疫情的愿望和信心 此次仪式有近5000人参与25000名观众观看 空中飞行编队共有73架固定翼飞机 24架直升机接受检阅 地面授阅编队总共4404人 此次阅兵还包括221辆机动车和200名共和国卫队骑兵 整个游行活动历时近两个小时 活动在120名青年的合唱中圆满结束 阅兵仪式一结束 刚刚在仪式中亮相的军事装备就在不远处的荣军院广场集结 民众可以在这里与他们来一个亲密接触 提到刚刚的国庆游行 很多民众还是意犹未尽 这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游行 我在巴黎已经住了20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阅兵仪式 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享受这场盛大的活动 因为疫情的原因 观众们原来少了很多 今天天气也不太好 但是我们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作战武器非常棒 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也应该庆祝一下 过去的这一年半不容易 我们没法庆祝欧洲杯 但是我们有国庆节 哎呀真的是太棒了 我的孙子也是军人 我的心情真的是 我从意大利来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上午 这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国庆阅兵仪式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么棒的活动 尤其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国庆活动被缩减了很多 很幸运今年可以重新完整的呈现 我上一次看国庆游行是在2012年 已经9年前了 这个活动让法国骄傲 对于法国人来说 能够到现场表达对国家的支持 这很重要 我们非常自豪 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保护我们 非常棒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凯雪门 看到那么多的飞机飞过 那么多人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 真的很棒 欧视TV 巴黎报道 欢迎访问欧视TV YouTube 频道 您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 YouTube 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